来看看当地人给我们推荐的下一站是什么吧 一定要 看望美食家刘鹤 海昏侯国一纸博物馆 距离太平镇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也是个不容错过的好地方 那至于为什么它是位美食家呢 走 咱们去找找答案 海昏侯目是距今两千多年前 西汉海昏侯刘鹤的墓葬 刘鹤33年的短暂人生跌宕起伏 经历了从王侯到皇帝 被贬为庶民又再次封侯的传奇人生 海昏侯目也是中国迄今为止 保存最好文物最为丰富的西汉列侯墓葬 范館长 我看这灯上写了南超两个字 是说咱们现在的南超吗 是的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 最早有关南超二字的实物资料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江西当时名为豫章郡 它的地理位置和大小和现在是相当的 它当时下下有18个县 就包括有南昌 海昏 现在的这个梅岭的太平镇也在这个地域范围内 馆长告诉我 海昏侯虽然只当了27天的皇帝 但海昏二字可不是说它很昏庸的意思 过去的百姓将看不到边界的湖称为海 而海昏县又位于鄱阳湖西面 正好是日落黄昏的方向 因此称为海昏 是先有了海昏县 然后呢才有了海昏侯刘鹤 鄱阳湖漫长的变迁 为海昏侯墓葬造就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无氧环境让文物得以更长久的保存 长久淹没于水下 也让他们少受历代盗墓贼的干扰 美食家称号的由来 就是来自墓中出土的这些 或精美或豪横的美食器具 有一个文物有点熟悉啊 似曾相识 我们家就有一个 这不是我妈给我带午饭的保温筒吗 这个呢确实是一件这个保温的石器 真的是保温石器啊 对 而且呢我们在出土的时候 里面还有这个鸡骨头的这个残留 所以它可能装的是鸡汤吗 有可能 真的很神奇 你说跨越了两千多年 我们用着相似的保温筒 喝着一样的鸡汤 这种感觉真的好奇妙呀 饱满肥嫩的鸡肉 来自渤阳湖的清水 浮以简单的食盐调味 两千年前刘鹤的这壶鸡汤 与今天并无不同 一件穿越时空的文物 连接了时间两端 同样的幸福情绪 说起来 之前在资料中看到 海昏猴木中还有不少和食物有关的文物 这其中还有一个大家伙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一个 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呢我们叫做蒸煮器 它呢其实不是连在一起的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我们看到上面是钙 然后呢中间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容器呢 我们称之它为赠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们是分开的 它是叫做腐 腐 下面的腐呢装水 腐下面会生火 然后呢在这个大的 赠的容器当中放食物 这么豪狠的蒸锅 不愧是海昏猴 不过这西汉猎猴 蒸锅里残留的芋头和菱角 也和我小时候的早餐一样了 也有专家推测说 它可能是蒸柳酒的 也有推测它是提纯发露水的 发露水 我们现在呢就即将呢 希望将这一件器物呢 做成一个一比一的这个纺制品 然后对它进行试验 这就是你猜我猜他猜 都不如真真实践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考古的一种乐趣吧 除了这些 刘鹤木中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的酒气石气 如今的他们 助力在玻璃掌柜中 向往来的游客 诉说着千百年前 海昏猴对美食的尊重和追求 美食家只是刘鹤的一成身份 要说到海昏猴木中最备受关注的 怕就是让考古学家 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钱衫和黄金了 来都来了 一起去看看吧 哇 好多钱呀 大家能看到吗 一整面墙都是五珠钱 这都是从刘鹤的墓里出土的吗 是的 在刘鹤墓呢 一共出土了这个五珠钱多达十余墩 用墩来计算的钱 那这一贯钱 我看着这是两行穿起来的 看着挺沉的 这应该是有多少枚呀 是一千枚 然后呢 在海昏猴刘鹤墓里呢 它是由五千枚为一串 那这一贯钱 我看着挺沉的 沉甸甸的 能有多重呢 它之所以叫五珠钱 其实是以它重量来命名的 当时猪呢 就是在汉代是一个计量单位 一珠呢 大概是换算成 现在的话 应该是零点六七克左右 所以一枚五珠钱的重量 大概是三点五克左右 那一贯钱就是一千枚 大概是七斤 我们都说这个富豪是腰缠万贯 一万贯的话 就是三十五吨的钱 谁出门能缠三十五吨的钱 不敢缠不敢缠 确实是很好横 除了这些 海昏侯墓葬中 对于目前考古学界 价值最高的 莫过于其中出土的 孔子象七一镜 馆长 这个就是海昏侯墓里 最有名的孔子七一镜了 是的 孔子象七一镜 有两部分所组成 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由七七制作的 这个七一镜的镜霞 还有一面呢 是这个镶嵌在里面的 金铜镜 在这个镜霞的背面 就是会有这个 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目前 所发现最早的 孔子画像 大家看到最上面的 这个孔子画像了吗 之前在我的想象当中 它可能是一个 略微富胎的这种 如这形象 但现在告诉我 它是一个高大 威猛的样子 彻底颠覆了我的想象 除了七一镜 海昏侯墓葬中 还保存了大量的竹简 其中还发现了 失传几千年的 齐伦语 里面可能隐藏着 更多关于历史的答案 除了已经展出的文物 我还有幸来到了 文物修复室 见证了正在修复的 七尔碑 虽然它们此刻 因为未完成修复 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名字 但七尔碑上 每一个斑驳的裂痕 翘起的漆皮 仿佛都满怀着 浩浩商商的前程往事 等待着被倾听 被记忆 而这些小心翼翼的 修复师们 正是能听懂 这些穿越历史的 耳语的守护者 达卡一座城市 博物馆 是不容错过的重要一站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两千年前 太平镇的拥有者 跌宕起伏的人生 也在过去中 看到了当下 看到了现代 与古代文明的连接